朋友要吃的好吃的健康 多运动才容易长得高 头好壮壮 但是长得高就活得长 身体就一定比较好吗 美国有研究说 男人的身高跟寿命恐怕成反比 就是个子矮的男人活得比较长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一些 知名男人的经验 比如说像胡耀邦 他150公分 他活到83岁 在那个时候应该是钻得真的很长了吧 但是金正日呢 155 但是他活到70岁 我们用现在这个观点来看 70岁也不是特别的长 但是邓小平你看 157公分 他活到92岁了 画面上说低于157.5公分的人 人瑞多 这个身高破157没多少的纳豆 可就很开心了 说哎呀 这个报告让他觉得很荣幸 他应该可以活很久 但是这个报告 可没有说长得高的人 就会命短 身高跟寿命真的有绝对关系吗 美国最新研究指出 男性身高和寿命成反比 也就是说个子矮的男人 寿命会活得比较长 而且指出寿命长短 关键就在于基因 千万不要个子高的人说 啊那糟糕 那我个子高 我就一定 寿命比较短 那其实 其实影响的原因太多了 千万不要只为了一个东西来决定 报告显示 平均身高157公分以下 男性比较长寿 像是大陆前领导人 邓小平身高157公分 活到92岁 北韩前领导人 金正日身高155公分 过世年纪70岁 大陆前总书记 胡耀邦身高也只有150公分 也活到83岁 医师指出 可能就是因为 癌个人体内有FOXO3的基因 会抑制生长激素 但此基因却能降低罹患癌症 影响生命健康因子太多了 这个可能是 只是最近发现的一个因子 癌个人真的比较长寿吗 身高158.7公分 艺人纳豆 听到后表示很开心 但医师认为身体能不能健康 还是得靠个人 努力保养 比较关系 简直让亨利亚会台北传播的哦